轻轻用力压压 听到卡声 就完成了 首先买一部iMac开机 我们先检查一下 按苹果这个按钮 接着按关于此Mac机 螢幕里显示 这部iMac的Retina 5K 27寸 2020版本 而它的记忆体 原装是8GB 2667DDR4 首先我们给一个神秘的灯光 显得这件事特别科技化 你会看到 拔了电源之后 在这里有一个 按键 有一个按键 我们就用了螺丝批 包住了一些Mask 镜的交贴 免得弄回一部机器 在这里用力压 一声就会弹开 弹开了 弹开了之后 我就觉得它比较化学 轻轻拔开它 接着你就会看到 是有四条的RAM槽 我们称为1234 原本是在插13 加一个方法很简单 但是你也要学习的 首先你会看到 这两个有一个 向外箭嘴灰色的按钮 看到这里和这里 向外推分别 然后慢慢拉起 这样就可以 做一个水平的状态 然后你就可以 沿着空了那两条槽 加入新买那两条RAM 放进去之后 就轻轻用力压压 听到卡的声音 听到卡的声音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你会看到 原本那条槽 有13 两条8GB RAM 接着我们在24 加两条64GB RAM 是来做一个升级程序的 加完之后 你就把这个灰色巴 按下去 也会听到卡的声音 接着就把那个盖 轻轻地盖好 这样就完成了 好 那 只是加减数 我们将原本的8GB 加到64GB 你会看到画面显示 我们的iMac 20 20 27寸 已经由8GB 去到72GB 这样 所以这个就无痛声级 一个温馨提示 加了RAM之后 开机 你首先要知道 后面有风扇 可能加了RAM之后 都会久一点才开机 大约20秒左右 第一次不需要烦躁 这个也是正常的现象 希望今天的分享 帮助大家 下次见 拜拜 Hello 再一次多谢大家 收看我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 想法 甚至是问题 都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 如果你觉得影片 对你有帮助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以及接收通知 我是Tiger 期待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